等我吃完饭一定开始工作 我明早一定开始 明天不还休息吗 我明天再说了 明知道事情有很多 却一拖再拖 你也是这样吗 我现在才开始学台球 是不是晚了呀 而且我也没有自己的球杆啊 要不然我先去买根球杆嘛 等我还没吃饭 我先吃口饭 STOP 等你准备好 万事成蹉跎了 今天分享三个方法 让我们告别拖延症 第一个 拆分目标法 即把一个大目标 开成不同的小地杆 我想要一杆青台 那我就每天上午练 100个直线球的高中地杆 100个角度球的高中地杆 下午再练 50个开球 小目标也要细分到 什么时间 什么事情 什么程度 第二个 Leadland 刺激法 我每天下午点前 开完50次开球 不然就不吃晚饭 既然90%的任务 都是在时间节点前完成的 那就给每个小目标 设立一个时间节点吧 第三个 及时奖励法 没有完成任务 要成法 完成了 就奖励 耶 今天的系列完成了 那我就奖励自己吃 想吃了很久的那个蛋糕吧 耶 哦耶 适当的奖励 会让自己更有成就感 你学会了吗 那就开始行动起来吧 我还谁还说明天才开始